可能你在還原的時候就會來不及 自己帶球過來搶下籃板 一個人打五個 Edward 10秒 作作有餘 再來欺負對手 Edward 一堆人了 五個人得分來的時候 Oh man 來復活 再來阿利物 最後問題了 垂軌籃框 原來這樣打就對了 8次NBA All-Star 5次NBA First-In The Superman Dwight Howard 揮出了陳建銘、魯傑銘、林一輝 艾福伯以及Dwight Howard 作為在天賦情報館的二樓是高棚滿座 一樓則是非常激烈 不管是中華籃或中華牌 大概只有曹薰香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比賽的組合 這樣比賽的開球嘉賓也就是 賽前的表演嘉賓黃瑄 好笑 艾福伯曾經是中國CBA的一個得分王 所以他個人就好了 擠到籃底下面 現在起NBA 他非常清楚台皮隊的整個內線 以目前的高度跟 升級的對抗質量來講 絕對遠遠不及他 不過Dwight的罰球是 還不錯 今天 轉過來面對窮死 給Dwight 來了 內線只有兩位比較來笑的球員 可能你在還原的時候就會來不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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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像在看NBA 他新鮮一次這樣子的肆虐進區 對 可以看得出來他今天狀況調整相當好喔 這樣 哇這個拉開動作漂亮 再想進攻籃板 呃 哇 這腳步吧 看歸吧 先看一下 圓柱體第二拍基本上是 他的手抬起到球 所以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好 寶寶教練這時候 把滴滴給換上來了 我們有時間休息一下囉 待會馬上會來 比捷的比賽剩下5分03秒 目前是由太平英雄取得領先 當然程孝榮 羅正鋒 還有森林鋪 好 突然好玩每一次拿球 造成焦點 造成轟動 BB Hook 吃掉李北 欣賞一次 對 軸心族也踏得非常的穩定 在聯盟裡面算是非常好的一名洋將 這個球想蓋火鍋也蓋不到 在打Ping或是超前 自己帶球過來搶下籃板 一個人打5個Edward 哇 而且這個球也是 延展到籃框的另外一邊去得分哦 哇 這個球打得非常有水準哦 正巧 哇 對 好兇啊 糟糕 被籃框蓋火鍋 好 正尾在外面等著 你的清爽的新髮型 投進了中距離 這本身就有一個 做一個倒翻球的難力了 所以他在這個位置 這對熊斯 塞到另外一邊來投三分球的正尾 哇 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這三名球員的三分線 投射的穩定性都不錯哦 哇 哇 連魔獸也跳出來 傳出來 好大的空檔 盧杰米 開進囉 哦 看多艾浩衛在賽前下達的必勝令 有沒有能貫徹到底 他一場比賽大概平均能分的98分 所以你一個半場大概就是 多艾 哦 最球又落犯規 對 完全強力籃球 POWPLAY的打法 上面哦 所以他想要這個代球撞人 基本上是要不到 得對 剩下十秒 做錯有餘 再來欺負對手 又一場 哇 哇 強斯擋不住對耶 經理的對抗性 哦 我們看 因為 破滑的也非常聰明 他是先往中路去做對抗 那等到你去 身體重心全部偏移之後 他再做一個轉身 每次的攻擊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但是 大勝還有窮死亡 一堆人的 五個人得分 來的時候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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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空拋 哦 兩人的默契的搭配 哦 艾夫伯邊打邊看 再找霍華德 這一支 拉利屋 垃圾不落地 哦 而且後面大勝也已經做好協方的準備 準備 現在他是兩半啊 不像熊斯這種四半 球往裡面高調 OK了吧 哦 又來了 Edward 沒有一個後掩護 哦 那第一時間離去很聰明啊 先 delay了這個霍華德的一個 三打二的機會 對 台幅伯 再來阿利屋 哦 沒有問題了 哦 吹鬼籃框 哇 天賦的球場 這是 都愛哈威的好朋友 10-72了 在都愛哈威接球冠軍之後 羽霸落後剩下兩分 休息一下 不斷在 這個台幣的進區 肆虐籃框哦 犯規次數已經超過五次了 這份階段有這種比較 離譜的失誤 在要看管哈威過半場的時候 才比 然後他注意中的推人犯規 變技術犯規 是都愛哈威的技術犯規嗎 這個誰拉誰 感覺起來是 我覺得裁判應該是 前面是注意中的犯規 後面是 哈威的應該是 現在碰檔 球沒投進 對哈威進攻籃板 再起 用國手小放藍取分 有身高上面的優勢 轉身這球沒有投進 就最後應該是被哈威撥出去的 再看一次剛才在人群中 寶寶教練的短暫停 所以變成李奇偉在場上那個 這個 時間是最高的 哇 然後就像 哇 行進之間 這球沒有投進 超新香今天打的也是非常強 是 這個打起來 來看來復活怎麼打這一波 哇 哇 原來這樣打就對囉 那這邊的一個 2-man game 哇 短暫停 還在吵 有沒有上 前一場比賽直拿球線 關鍵的一球 給霍華德 哇 他想給林依輝 想要對他做一個Double Team 那是他給球的這個路線被對方攔截到了 發球七頭七中 第八法沒法進 趕快叫暫停 三分的差距 已經沒有短暫停囉 可能剛才前面兩次都用完囉 呵呵呵 對 哇 那這樣子 這個球基本上就是直接要瘋了啦 就是 我再叫再停 光眼露 哇 好急啊 這球沒有投進 球撥出來 結果就掉到了台皮的手上 比賽也就此結束了 在驚濤駭浪之中 台皮 最終是114比111 擋住了台灣雲豹的晉級